吳赫群戴安全帽就能写歌 吳赫群今天出席音乐梦工厂记者会 鼓励年轻人勇敢创作 那最太幼词了吧 其实我写歌的时候 灵感很多时候以前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板桥念书 然后骑一台破烂的摩托车 然后我就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我常常戴着全罩安全帽就会有灵感 很像我个人的那种studio 然后我就戴着那个安全帽 然后我就突然停车 然后在旁边拿着这种录音笔 然后就在那边录录录录录下来 他的夜室是就算没有清饮器材 也不要停止创作 等待遇到伯乐的那一天 他最近也忙着做工艺活动 到街头演唱募集捐款 因为很多是路人他经过 然后看到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经费 拿给这个不认识的人之后 他捐了他下一步就可以决定 我要去哪一场 我们从四大小公园 然后到淡水 然后到宜兰 然后又到台中 然后下一站 我们已经被指定到阪桥 回到我的 就是开始做音乐的地方 苹果一样 你自己找不到 我找到 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2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1000 影片2000元 每周点月出最高 再送奖金5万元 村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 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